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并且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河南村镇银行暴力事件从最开始 因为北京当局滥用健康码进行维权 反而引起全国舆论关注至今持续有新的消息传出 早前村镇银行受害储户聚集维权遭到暴力对待一事 还没有等到当局给出合理的回复以及赔偿 接着又牵扯出更多的黑幕 新头科综合报道 在深入调查之后 发现许多黑幕和谎言 背后涉及了操控村镇银行的河南新财富集团 实际控制人吕毅 涉夺起金融高官落马案 更在村镇银行危机爆发前不久 撤销注册新财富控股公司 并且变更国籍卷款潜逃到美国 传出背后保护伞就是政治局常委力展书 事件当中还牵扯出河南银行代理清算行 是南京银行 等于间接的证实 河南银行存户的钱进入南京银行 至于存户最在意的金钱流向 至今还是没有解答 多位河南村镇银行存户反应 自己的银行账户支出进账都出现了异常 在河南村镇银行币案联环报之后 官方宣称 存户没有将钱存入银行 只是购买了理财商品 事实上高达400亿人民币的钱 必以屡意为首的犯罪团伙 藉由河南新财富集团等公司 以关联持股交叉持股增资 扩股操控银行高管等等手段 实际控制了多家村镇银行 但是一名储户在追查 投入河南村镇银行的存款趋向时 却发现钱款的接收行是南京银行 也就是存户的钱 有存入银行的系统 就此拆穿了河南官方的谎言 根本没有钱存入假系统这回事 存户的存款被私吞 而且还不出来才是唯一的证解 而受害储户的行为也的确是属于储蓄行为 并非当局所称的购买了理财商品 然而夸张的是 河南村镇银行背后失控人吕毅 还涉及多起金融高官落马案 在今年春节之后 还可以毁失灭迹的注销新财富控股公司 并且变更国陶逃亡美国 外传背后有中共政治局常委 李展书党保护伞 时事评论员江峰爆料 吕毅是李展书女儿 李前兴的婚姻介绍人 与李展书妻子王凤霞交往身后 李展书就安排中纪委副书记 杨小杜私放吕毅 而杨小杜是政治局委员 更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大力提拔的心腹 河南丑闻如滚雪球之斑蔓延 牵扯出了千丝万里的官商勾结 从河南银行的代理清算行 是南京银行来看 南京银行多次充当救火队 协助当地巨头企业度过债务危机 近期舆论更是爆出 南京银行背后的窟窿很大 行长吴玉瑾离职 同日北京派来中国五大全国性会长 处理公司之一的东方资产总裁 邓志毅挂职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 外界揣测 是为了要化解南京银行的金融问题而来 外传南京银行及背后重头公司 申线丰盛系及土地放款 实际的情况要比河南惨烈 丰盛系是包括南京丰盛产业控股集团 县名南京建工产业集团 以及港股上市公司 丰盛控股和旗下硕士家公司 由季昌群和季昌荣兄弟组控制 值得一提的是 丰盛系曾经因为被外国做空机构 狙击求助于华龙 华龙劳动就是有中国第一贪官之称的赖小明 赖小明与江派大佬利益勾结 已经在2021年1月份正式执行死刑 另外丰盛集团与2018年爆发债务危机 南京银行等等债权人被套在丰盛系中 竟然在短短三天之内就解除危机 外界流传 该集团所积签的逾期借款 都是由南京市政府所属的城投平台 南京新港代为偿还的 其大股东南京高科是南京营的第三大股东 正是南京营扮演救火队 持援丰盛 之后恒大集团爆发危机 拖欠丰盛工程款 就成了丰盛垮台 丰盛系集团和旗下25家公司 进入破产重组程序 今年5月9号 南京紫金投资旗下紫金信托 成为了重振案的受托人 南京紫金投资 也成为了南京营第二股东 总归南京营始终是丰盛系金主 从过去到现在应该套牢不少资金 不过这恐怕是压倒南京营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否会动摇整个南京的金融系统 演变为一场中国全国性的危机 还有待后续发展 中国近来因为坚持采取严格清零政策 让许多外资决定撤出 而相关情势目前持续加剧 综合报道 洛克菲勒资本管理公司执行长弗莱明表示 由于电源政治紧张加剧 和北京严格清零的限制 金融机构对中国的扩张是越来越谨慎 在资本投资水平的回调 将促进美国半导体等等制造业 此举将加强美国的经济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指出 整个业界低估了这次疫情 对上海造成的影响 大众对经济的预期也已经遭到伤害 对于中国全年成长目标5.5% 他坦言 如果要达成该目标 下半年成长就要到9% 这显然不现实 他预期下半年增速达到6%有可能 所以全年增速目标调转到4% 到4.5%是比较合理的预期 除了投资撤出之外 富豪逃亡也成为了中国潜在的风险之一 身为地缘政治冲突重灾区的亚洲 特别是俄罗斯与中国 该地区的富豪们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撤离 根据统计 俄罗斯从年初至今已经有15000位富豪撤出 占该国富豪人数的15% 主要原因很明显的就是俄乌战争 许多富豪担心会受到西方制裁 而选择举家迁徙 这现象并非言过其实 就连瑞士等等中立国都开始表态反对俄罗斯侵略时 许多富豪就已经开始准备开溜 而中国也不容乐观 至今也有一万名富豪撤出 虽然这样的数字只占富豪总人数百分之一 但是多数机构指出 比例不高 但人数不少的中国富豪正有计划地将资金搬移到境外 一来是因为美国甚至是多数的西方国家 对中国态度开始改变 一来则是中国内地政策收拢 大打教育 点商等等产业 祭出相关法规大锤 来遏止先前过度发展的乱象 而当前外国产业逐渐撤出 对当地就业人口与经济发展带来冲击 以及房市和清零议题持续发烧之下 中国富豪们开始将人与资产搬移到其他国家 在环太平洋军演期间 美军舰至南海争利海域自由航行的行动也并没有停止 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根据美国第七舰队最新声明 美国海军飞弹驱逐舰班福特号 十六号在南沙全岛附近进行自由航行任务 这是本周第二次在争议的南海水域执行有关任务 CNN报道 美国第七舰队声明指出 美国海军在中方建有军事哨战的岛链执行任务 挑战了中国解放军 越南以及台湾 对无害通过实施的限制 美军声明提到 中国越南以及台湾违反国际法 要求军舰在他们声称的领海武害通过时 必须要取得许可或事前通知 根据国际法 各国可以主张海岸线沿岸 十二海里的范围内属于领海 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汶莱 同时声称对南沙全岛具有部分的主权 但是美军在本次的声明中并没有提及 美军战舰挑战了以上三个国家的主张 根据美国海军声明内容 十六日执行的自由航行任务 是今年以来第四次挑战中国的主张 也是班福特号过去四日以来 第二度执行有关任务 近来南太平洋岛国成为了中美两大强权角株的对象 美国之音报道 7月14号太平洋岛国论坛闭幕当天 中国举办了一场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 美国副总统何锦利受邀于太平洋岛国论坛致词 并且宣告华盛顿将在汤家和吉里巴斯 增设新的美国大使馆 并且会任命守卫驻太平洋特使 启动在该地区的国家战略 而中国在论坛结束后举办对话会 与美国较近的意图非常明显 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表示 美国增设吉里巴斯大使馆的决定 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因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 透过中锁安全协议案例 已经勾勒出来 从建立外交关系 到经贸合作升级 再到安全协议的三步走蓝图 美国必须要与其抗衡 而现在抢攻南太平洋的国家 其实也不只有美中两国 台湾时间大学副教授蔡玉明指出 全球许多国家包含了日本 俄罗斯 印度也积极的建立 与太平洋岛屿国家间的关系 其中日本也在今年宣布 将在吉里巴斯设立大使馆 作为以美国为首的民主盟友 防堵中国势力 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 因此美国经营太平洋地区 以推进其印太战略 还是大有可为的 菲律宾政府在六月三十号完成换届 接任总统职务的小马可市 对外界认为应该会延续亲中政策 但是小马可市政府却在近日喊停了中国原建的铁路项目 法广综合报道 菲律宾交通部副部长查维斯表示 由于中国政府未能以实际的行动 回应时任总统独特地政府提出的资金请求 设计三个铁路项目的发展远逐贷款合同 已经被视为扯消 根据指出 中费三个铁路建设项目 原来是在中国官方发展援助计划框架之下 经由两国政府谈判达成的融资贷款协议 但是独特地政府要求中方提供拨款 未得到回应 根据融资贷款协议规定 因此上述的协议已经被视为扯消 菲律宾交通部副部长查维斯表示 三个铁路项目包括 苏比克克拉克铁路项目 菲律宾南线长途运输段项目 以及棉兰老岛铁路达沃第一个四段项目 总资金金额大约为四十九亿美元 该官员表示 上周二内阁会议讨论的 中国官方发展援助的铁路项目 菲律宾方面正在考虑其他的融资选择 菲律宾铁路建设计划 相关谈判始于二零一八年 独特地担任总统期间 推出了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并且与中国搁置了长期以来的 南中国海主权争议 以换取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贷款以及投资承诺 其中就包括菲律宾基础建设计划 和前面提到的三项铁路项目融资合同 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 向路透社表示 他可以说中非铁路合作仍然会继续 并且表示 中国对于与菲律宾讨论 保持着开放态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